毫不得所屬的地檢署,自首啊 這個新聞你知道嗎? 我沒有看到,抱歉 你們都不關心本席啊 不是,委員我很非常... 這麼重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 這個是不是司法史上第一個立法委員區你們自首啊? 我沒有做過這個歷史考究,所以我不太清楚 所以你們這個橫向的人氣都有問題啊 對不對 所以我之前我問過你們的陳市長 上個禮拜三問過你們的這個羅部長 我問的東西你們都不知道啊 那今天要重溫再問你一次 市長 是 你們都是學法律的啦 應該比一般的人都具有法律的一些常識啦 哦 所以你們 對自我的要求 或對法律的見解 要有那個法律的涵揚 你們所做的行政處理哦 都要具有法律的那個意義在裡面 哦 市長我想請教你哦 如果本席今天要上屆遊行啊 以集會遊行法的規定 我應該怎麼做 這個集會遊行法是內政部主管的法律 不過據我的理解啦 這個 如果是集會遊行 應該是向當地的直橋市 縣市政府的警察分局來申請 那如果是屬於 緊急性的 或者是偶發性的集會遊行 要不要申請 好像是根據大法官的解釋 我一直認為是 他有另外一套不同的申請程序 你不能好像啊 你今天次長不能 因為不是 因為這個是 我剛剛跟委員報告 不是那個次長 現在大家都討論這個問題啊 因為這個是內政部主管的法律 那我跟你講啊 你不知道我跟你講 沒關係 這個我是說你不能好像啦 第二點 我跟你講 講 大法官四字第718條 唯舊四起倉促 非即刻即行 無法達到目的之 緊急性集會遊行 實然期待是 取得虛口後舉行 令就 群眾因特殊原因 未經召集自發即期 事實上無所謂發起人或負責人之偶發信 即會 遊行 自無法事先申請許可或報備 同時 偶發信即 即會遊行 一 人需 事先申請許可 精細以 法律 不是說 緊急性跟偶發性的這個集會遊行 是符合憲法的 我沒有經過申請許可 像太陽花協運這樣子 我這樣有沒有違反協運那個集會遊行 我剛才練了445號給你聽 一樣 這個事實上 它是從104年1月1號 才施其效力 所以 這個 我 據我的理解 內政部有送 這個修正草案到大院 那我請問你嘛 我今天是自首了 我也沒有違反即會遊行法 這個當然 在 在目前104年1月1號 之前 還是要按照現行集會遊行法的規定來處理 那我按照445條的 是限令呢 我沒有違法 當然這個具體個案我不便表示意見 因為我 我對事實不了解 好 我已經 自首了 我在這裡要求你 針對我的自首 盡速提出起訴 盡速處理 你多久可以處理我的自首 報告委員 因為法務部不辦理具體個案 這個是由承辦檢察官來辦理 因為這個 這個事情 全國關注 不要拖拖拉拉 所有的罪我都承認 今天 林輝帆犯了10條罪 陳惠廷9條罪 我都承認 他們在遊行 霸佔立法院的時候 我都在場 我看你們怎麼辦我 還有 我請問你 警察可不可以 禁止永久 禁止我陳惠柏 上街遊行 可不可以 永久 對 當然沒有所謂的 事後 這個事前 可不可以 沒有事前 可不可以禁止我 永久不能上街遊行 我想 集合法也沒有這樣規定啊 蛤 集合法沒有這樣規定 所以那中正一分級 為什麼會發文 永久禁止 公投猛身一路前 這個是不是違憲 他因為 他具體個案的狀況 我不瞭解 你又 這個是不是違憲 沒有 他這個具體個案 我不瞭解 政長 你不要 這個很清楚 我再跟你講了嘛 他公文 發文給他永久禁止 公投猛 申請入權 也沒有違憲 這根本就是違憲嘛 對不對 人家不吃百勝元啦 千萬會去那為中正一分局啦 道理大家都懂啦 搜尋都去託啦 不是你們法務部 或是警察來讀書啦 這個社會是有公道理的啦 有理走遍天下啦 無理春暮難行啦 我請問你 學生是不是這個這個政治團體啊 太陽花街協議 這是政治團體 政治團體 依照人民團體法 有 他有 特別的規定 他是不是 太陽花協議 他有 他有沒有按照人民團體法去規定的 你看我 你看 太陽花才 3.18號發現到現在 他是不是政治團體嘛 政治團體 他有 人民團體法 你的嘗試判斷他是不是嘛 因為他也是具體個案 有沒有符合人民團體法的規定去處理 那我再跟你講 你不曉得我跟妳講 內政部 4月9號 竟然認定 反服貿運動屬政治活動 相關團體如果是為了從事 反服貿運動 反服貿運動而募款 需符合政治先進法的規定 他把他認定是政治團體 所以他裡面的監款 他要符合政治先進法 前中華民國訂這個什麼政治先進法 都亂訂的 守法的 這個罵是立法院不是罵您 之前立法院在訂什麼法 完全是違憲的法 我一家公司虧錢 人民的財產儲分錢 我不能捐錢給誰 我不能做功德嗎 每個選舉我都被罰錢 我這次要繳一百多萬的 不是因為我個人的因素 是因為違憲 你知道 政治先進法違憲 人民的財產儲分錢 今天學生 既然我們內政部認定他們是政治團體 他們各項的募款 需符合政治先進法 現進法是這樣訂的嗎 內政部不是你只要你們在讀書而已 大家沒在讀書了 我最後講一句話 主席報告 不好意思 我希望你們華物人年 我不是問你 市長其實你在我的評價算蠻高的 你們部長 你們的總統 都是寫法律出來的 都做一些令人嘆為官職的事情 連你們自己都看不下去 對待黃世民是怎麼處理的 之前對待私貿你是怎麼處理的 插一插 你們的投法律 同一分子 每次都打到腳踩去 都亂來 回去跟你們部長講 再這樣出來 再下次再來這裡再亂講話 對不對 我跟他趕出去